古今盡愛 酒色才氣 聲色短馬 愛恨情愁 西成故事 主持 沈西成 莫玉文 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一有一個不幸的消息 由泰國傳過來 說五六十年代 最出名的魚片女明星 嘉玲小姐過身 享年八十七 人家問我有沒有悲哀呢 我就沒有 第一 她年紀這麼大 而且她病了幾年 氣喘這麼辛苦 能夠在睡夢中解決 其實是一件好事 生老病死 人人都免不了 不要太痛苦 不過聽人說 她這幾年前的病塌 都很辛苦 那麽嘉玲呢 電影呢 我當然看過很多 因為我在五六十年代呢 我看電影 通常跟我外婆 和阿公 人家輕姐 就看 看得最多呢 就是兩間電影公司 就是新聯、中聯和光毅 這三間電影公司 新聯、中聯屬於左派集團 這兩個集團的最著名的影星呢 南明星 就橫藍 三影帝 吳楚凡 張英 張活柔 可以加上李青 李青排第四 那女主角呢 第一就不用問了 當然是白燕 第二是梅宜 第三是紫羅蓮 第四是容小義 就是李青的太太 而梅宜呢 有一段時間是張英的太太 所以呢 這個新聯、中聯電影公司的電影呢 是比較有些社會意義的 那時候呢 我就覺得是社會意義的 其實現在看回呢 就是為共產黨宣傳的工具 為什麼呢 而梅宜哥的電影呢 有個formula 就是呢 有錢人一定是壞 所以有錢人呢 一定是林坤山族 黑薄尖酸 窮人一定是好人 我都講過 我有一次呢 見到梅宜哥讀他飲茶 我就問他了 我說二哥我就覺得有些問題 我小孩你說 我說說錯了 不要怪我 他說我不怪你 我說我覺得呢 窮人 未必一定是好 有錢 未必一定是不好的 這樣呢 五二哥就跟我說 做戲一定要這樣做 以前呢 是有一種呢 規矩的 左派電影 是一種政策 正面的人物呢 一定是窮 很勤的工作 有錢人呢 就吸窮人的血 這個呢 就是共產黨的理論 那我們小時候不知 信以為真 到大了 自己都已經七十幾歲 就發覺 原來這個社會 不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有錢人也未必一定不好 窮人也不一定是好 但是呢 那時候中年 和新年的電影呢 是教條式的 是一條方法 另外一間電影公司呢 叫做光毅 後面又叫做新毅 這間電影公司呢 那這間電影公司呢 老闆呢 不是香港人 是新加坡 那意識上呢 是沒有那麼左的 是比較自由的 新加坡呢 何時兄弟 他們本來就開戲院 就將呢 大陸的電影 上海的電影 走去 新加坡 馬來西亞的放映 生意非常好 因此呢 輕易呢 去做製片 那麼呢 後來呢 他跟一個胡俊康先生 談起上來 胡俊康 不如呀 你有個戲院 不如搞一間電影公司 自己拍戲 就不用依賴了 你的片源 自己都有片源 這裡成立了光毅 是 就找誰做大棋手呢 一個叫秦劍 一個叫陳文 這兩位導演呢 當時呢 都是我們電影圈的大導演 那坐完呢 就是秦劍的徒弟 秦劍 就是渣菲 因此呢 他們的戲呢 是很紮實的 是有一種社會上的意識 但是就沒有共產黨的氣味那麼濃 那麼他們呢 就是 人家呢 三星半月 他這間公司呢 就不是三星半月 三個月亮呢 就是嘉陵 藍紅 江雪 月亮呢 就是謝炎 但是有三個花彈 然後還有一個叫胡家 有個綠珠 那些是遲一頓的 那他永遠呢 就是謝炎 胡鋒 不是 謝炎 江雪 謝炎 藍紅 你們永遠可以買的 知道嗎 永遠可以買的 到後期呢 胡鋒就跟他們拍一下 胡鋒就不提贖身 但是呢 光毅呢 但是有一個叫做黃偉 的年輕人來的 那時候 做這個第二 小心 那就是謝老四 沒有空就黃偉頂上 但是最主要是買謝炎 那謝炎那時候呢 可以說是香港的影圈 無論是國語片 或者廣東片 他都是No.1 他的片酬都是No.1 兩萬元一部 強於這個邵氏的塵口 都是萬八元一部 一個廣東片的藍明星 兩萬元一部 謝炎都很厲害 那還有一個跟他拍著的相 就是 辛馬仔 長哥都是兩萬元 好厲害 有兩萬元買一層樓 你知道嗎 那電影要七天先行 不用兩個星期就拍一部 一個月拍兩部 可以買兩層樓 你不用 就慳慳的 有一年 可以買二十層樓 你這樣放在這裡 二十層樓一年 你拍十年 二百層樓 你說呢 你有多少錢呢 但現在你問四個有沒有錢呢 他笑一下 跟沈西成差不多 但他比沈西成幸福 因為他有個兒子叫謝霆楓 沈西成沒有一個葉霆楓 那沒辦法了 知道嗎 錢是洗茶 賭茶 如果不是呢 謝霆楓 在這個影圈那裏 成龍都不是那個皮 你想一下 一年買二十層樓 十年二百層樓 阿摩 你是做地產的 如果現在有二百個單位 應該市價是多少錢呢 你又數計 你一千萬一個單位 你便說十億 二十億 二十億 那便是很厲害 是吧 那便是很厲害的 你說我覺得對不對 所以說呢 但是呢 現在呢 我們四個呢 幾乎可以叫做拍手無塵 喂 大哥 我那時候呢 我看過 哪個 才子寫的那本 叫做爭氣 那就說 楊壽成 原來他那時候買二手車 有賺到錢去買車 竟然就是跑去跟謝老四買的 謝老四好像發達 還比獸仔還早 都很厲害 你聽我說 如果四個有生意頭腦 今天四個八億符號 四個不懂這些 四個這個人 我不熟悉他 我見過一兩次不熟悉的 沒有交情 我和我哥哥很交情 但這個是好人 這個絕對不是說 他沒有壞心場 尤其是對老婆 他沒有壞心場 但他不善經營 他懂經營 不要說一百億 最少都五十億 知道嗎 沒得說 這個人 是吧 所以說 當你有錢的時候 你不會想 這麼容易來的 我拍部兩萬兩萬五 我一個月拍兩部五萬 哇 大哥 一年 六十萬 只有你那時候六十萬 是吧 沒想過 但現在他生日都挺好 好像住在淺水灣 是吧 不過只是寂寞一些 一個人 沒有老婆 子女不在身邊 只有工人 他有想去追求女的 大哥 現在當然沒有了 現在走路都跟他差不多 怎麼追求女呢 四哥 你真的不要玩四哥了 不要笑 四哥了 我聽我的朋友說 四哥現在在家裡 每天都對著窗戶 看看那些海 認識一下東西 說話都窄窄口了 那你又怎麼去玩呢 沒有可能的事嘛 對不對 怎麼會有可能去玩呢 唉 人老了是這樣的了 對不對 那四哥呢 拍了百幾部戲 在這個 啊 啊 王毅 一部兩部 百幾部戲多少錢啊 啊 莫兄 啊 一部兩部 百幾部 多少錢啊 兩萬 百幾部 就是 你有數計的啊 這個兩萬 乘回二百啊 嗯 多少錢啊 二十億 是不是 不是啊 沒那麼緊要啊 一部兩萬 十部 兩億 兩億 那時候兩億啊 現在多少錢啊 那時候兩億 現在多少錢啊 大哥 其實啊 四哥 兼且那個時間又長啊 你由這個拍電影去到拍電視 哇 他的時間真是長 電視賺不到錢 電視賺不到錢 四哥賺錢 就是在光毅那段時間 電視賺不到錢的 香港拍電視賺不到錢 是有個名字 但是對四哥來說 不需要電視裝他的名字 因為他已經有名字了 有很多人拍電視起名 四哥不是靠電視起名 根本他已經起了名字 知道嗎 他不是靠電視 他是靠電影 他四哥是那個懂得買樓 不是那麼喜歡玩到呢 我想他現在身家最少要靠電視 真的韌韌的 當然他生活都不是很差 但是比起 這樣想呢 那就不要說別人了 我自己都說自己 你當年懂得想 都不用現在這樣 對不對 不能回頭 人家都說沈大哥 你不要多了 你那天這樣夾起來呢 五六百粒你有的 那五六百粒 那時候現在幾千萬 那你現在白手無塵 都沒有的 那你也算是享受過了 對不對 這些東西沒得遠的 那謝賢 和嘉莉 為何走不到尾呢 想都想到了 謝老闆又不找結婚 因為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男明星一結婚呢 就很影響他的聲吻 那些女影迷就不喜歡 那些女明星又結婚呢 又是受到影響的 所以嘉玲有個兒子呢 蓋著不讓人知道,當然謝賢也會知道 但是他的兒子叫黃柏文 為什麼會認識黃柏文呢? 其實很奇怪 黃柏文一直跟李修賢認識的 李修賢很喜歡他用黃柏文 一個是伊凡威,即是黃唐 好了,他很敬業樂業 在這個圈子很勤奮 但是總是不太出名 叫他拍蚊拍蚊 我不知道他是嘉玲的兒子 我認識他是怎樣呢? 就是1982年 有一天,邵氏製片部打電話給我 他問他什麼時候 不知道是溫柏藍,要是誰 打電話給我 他說有東西找你幫忙 我幫什麼忙? 他說你什麼時候有空 眼中12點 你一來沾沙咀 太平洋走來 他說什麼? 他說有少少東西找你,麻煩你幫忙 李佩權 李佩權那時候就是監製 懂得幫忙匯權 去到,就有個人和我拍檔 這個就是黃柏文 你做什麼呢? 原來那時候呢 李佩權就拍了一部戲 叫做《鬼域》 講鬼的 香港的照片都挺好的 要去升馬 升馬原來是這樣的 不准說迷信 我是李光耀 那怎麼搞呢? 於是乎呢 就他們想個辦法 就叫我和黃柏文兩個人呢 在拍這部戲之前呢 兩個人在酒吧裡對談 解釋 不是說鬼的 是說推理的 這樣就過了骨 這個鬼域就是我第一次認識黃柏文 就是這樣認識他 那時候我真的不知道他是 這個嘉玲的 那我和他拍這段戲呢 我自己都沒見過 因為鬼魂在笑 比出現場呢 沒有這個開幕 這個開幕是沒有的 要在外國 要去升馬太呢 才有我們兩個人說的 黃柏文是否做導演的 做副導演 有拍戲 他專門跟著誰呢 我們啊 李修賢 和黃柏堂 和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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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什麼堂 伊凡威啊 很熟 那 後來呢 拍成怎樣 講成怎樣 我都不知道 我都沒看過這部 這個我們兩個人拍 那我才知道 原來會學百聞呢 就是啊 嘉玲的兒子 那嘉玲 後來呢 六二年 和謝賢 七年 之情結束了之後呢 因為那時候 一向呢 都有一個呢 呢 泰國就很有錢的 潮州人 叫姚武倫 死追他 那這件事呢 謝賢都知道的 謝賢呢 就沒有什麼所謂 他又很大方 那他又說 既然結婚 你就跟了 啊 姚武倫 那他跟姚武倫做朋友 謝賢有個好事啊 他拜拜 那些女人做朋友 這件事 我學到他四哥 我認識一些女朋友 我拜拜 都不會和我呢 反面承受的 沒有這些東西的 好像要殺人放火那樣 那他呢 好了 結果呢 嘉玲真的留了 泰國沒有回來 他跟了姚武倫 六十年 一九六三年 是不是六十年差不多 是啊 他現在死了 那姚武倫對他很好 很愛他 很難得啦 很難得 所以嘉玲呢 那個婚姻生很美 那照江雪呢 三文當中呢 江雪呢 就最低調 他就空谷幽難 不太喜歡講話 很低調 但是我最喜歡江雪 他形象比較特別 知不知道 空谷幽難 我就覺得他好像 這個 這個 後裏會的 女明星夏厚難 有一種氣質 那你說 南昂呢 就有個小家碧龍 嘉玲呢 就是貴婦 我個人呢 就喜歡 江雪 嘉玲那個身材都幾好的 是呀 那叫風谷的楊貴妃嘛 是呀 是呀 那個就是小家碧龍 那國有特色 那我就比較喜歡呢 江雪 江雪結了婚 嫁了給楊寶寬 後來做個立法局的 那一路都沒有出來 是很低調的 那那我就不用說了 嫁了給楚元都幾好啊 那楚元哥哥呢 錢就過世了 是吧 那所以呢 反而呢 就 光毅那三個 花膽呢 那晚年都不錯 反而呢 最 不過癮呢 就是謝賢 不是說他身為困難 寂寞 是嗎 知不知 Coco就走了 寂寞 那三個女人的歸宿 都很幸福 有兒有女 是吧 那真的很奇怪 是謝賢比較差一點 不是說他沒有錢 寂寞 這只是寂寞最難捱的 那四個呢 就比較寂寞 那我不知道呢 嘉寧死了 四個有什麼看法 又沒有人去訪問啊 四個可能聽一下 聽完四個現在說話 都不清楚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有些謠傳 又說 鄭又中了蜂 是不是親的呢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那次呢 金像獎的說話呢 都不口字不清 那誰呢 林家棟跟他戴口罩 不讓他脫 就不是怕 人家說 又不是怕 確診那些什麼症 因為他呢 中風的關係 嘴有些微笑了 就不保持他的形象 不想給你們看 是否真的呢 我不敢說 但是自從那次之後呢 我都沒見過謝賢路過敏 是不是呢 你有沒有見過謝賢路過敏 都好像突然之間靜了 做了這個影帝之後呢 沒出現過 是嗎 是啊 靜了 有些事 有些擔心 不要擔心的 1935年 現在到87 他又跟嘉寧差不多年紀 他都87了 他哪有胡鋒 胡鋒 胡鋒九十歲 還不甘相亂二眾人 還可以這樣 真是厲害了 不用找拐掌 我跟謝老四都不行了 要拐掌 死不死 所以說有些人 每個人都不同 是吧 謝賢呢 在這一兩年 突然得下去 他掩蓋阿珍一包的時候 都沒有這麼論盡 是吧 還有一些心 去旅行那次 是這一年 你知道嗎 老人家很怪 突然間一下子 一下子就借下來 真的這麼奇怪 好 大哥 我覺得陰陽調和這件事很重要 聽說修哥因為有羅蘭 這樣照顧他 發表理論 OK 一會再說